哈喽,大家好,我是文文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名字叫做《夫妻之间的说话技巧》 有人说,不说谎是美德 这也就是说,诚实是一个人历身处事的基本条件 也是尽得修业的不二法门 只有诚实才能培养高尚的人格 得到众人的信任 但说话是人与人之间最佳的沟通渠道 为了使彼此能有完美的沟通 能在和谐的气氛下交流 便不能直言无讳地将心中的话一一说出 而必须灵活运用说话的技巧 夫妻之间也是如此 比如,丈夫对妻子说 老婆,你已变成黄领婆了 就事实而论 妻子自然无年轻时代那么美丽了 脸上也多了些皱纹 然而自信还未到黄领婆的程度 此时丈夫一句诚实话 便在无形中刺伤了她 同样,如果妻子对丈夫说 你呀,永远熬不出头 即使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出 但在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的情形下 往往会造成生活上的摩擦 和心理上的阴影 常听人说 夫妻之间应该坦诚相待 有话直说 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 我认为即使是夫妻 在言谈间一样需要演技与参与 时而夸奖,时而客套 这样才能避免发生不愉快的冲突 说话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不单是夫妻之间 所有的人际关系 都需要巧妙的运用和演技 才能婉转和谐地表达 彼此的情感与意念 这里有个小故事 与大家分享 温柔是女人的天赋 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伴侣 能温柔体贴 很庆幸的 我的另一半 可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 不但温柔体贴 通勤达理 更重要的是 她善于运用技巧 抓住丈夫的心 妻子 我的妻子几乎很少发脾气 纵使我很晚才回家 她也从不埋怨 使得我不得不对她又怜又爱 但有一次 我深夜才回家 出乎我意料之外 她站在门口 非常生气地指着我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 说着眼泪便流满了 红润的双甲 后来 经过了一番调查 原来在我回家之前 附近的一段高速公路上 发生了车祸 救护车的警惕声 使她非常紧张 认为我也是因车祸 而发生的意外 而这时 我突然安然无恙地回来 她才如此生气地对待我 过了不久 妻子的情绪 稍稍缓和下来 才慢慢说出她心中的感受 她说 她曾想 与其你在回家途中 遭遇车祸 不如你在另一个女友家中 活得好好的 经她这么一说 我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她不但担心我的安危 还对我的行踪 了若执掌 经过这件事情 我不得不佩服妻子的处事方法 无论面临何种情况 她从不大吵大闹 而是以柔克刚 以温婉的手法 使我自己 觉得自己的不适 自觉理愧 在良心的指责下 设法改正自己的缺点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 一味的争吵 并不能解决问题 很可能还会 加重问题的严重性 不如换个方式 以合约的态度 温婉的口气 间接纠认对方 提醒对方 尤其是夫妻之间 更应该如此 那就不会有 无谓的家庭风波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了 谢谢大家聆听